主料,江西米粉,辅量,瘦肉,毛豆,油菜,柿子椒,干米粉在沸水里煮三分钟,之后关火泡十分钟,清水冲洗干净,沥干水分,鸡蛋一个备用,毛豆备用,肉丝备用,油菜备用,锅中倒油,先煎荷包蛋,盛出后再加油,放入肉丝化散。 再一次放入毛豆,十字椒,油菜翻炒,配件成熟后加入米粉,再加盐,鸡精,酱油快速翻炒,放入均匀后即可盛盘。 第二盘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